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着我尝遍所有美食 玩遍所有国家 姚舜 姚舜 哈喽 欢迎大家来到酒吧新闻台FM98.1 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舜 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带大家去哪里去玩呢 夏天快到了 它跟大家印象中的阳光有很大的关系 是哪里 是欧洲 大家有没有想到是欧洲的哪里 是欧洲的西班牙 讲到西班牙 大家的印象可能就是这个阳光的国度 然后呢 西班牙在二三十年前 它是长城县里面的多国里面的一个点 西普摩 这种所谓的长天树的多国多点形成 但是呢 这十几二十年来 西班牙已经变成单国深度旅游的热点 越来越多的市场的旅行社 去开发西班牙单国深度的旅游 但是啊 严格讲起来 大同啊 多数都大同啊 然后里面呢 只有一点点的小差异 但是我们注意到了 今年市场上 有旅行社啊 特别这个规划出了 去北西班牙的欧洲风国家公园十三天的行程 哪一家旅行社 他们叫做凯旋 凯旋旅行社 也就是巨匠旅游啊 我稍微讲一下好了 巨匠旅游啊 他们在整个长城县行程里面啊 他们做的是这种优质高档的行程啊 他们比较不去做这种所谓的随波逐流的这种行程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专业的线控 自己去开发他们的行程 那讲到西班牙啊 我稍微提一下 大家讲到西班牙就像我刚刚讲的 大同小异 什么叫大同呢 就是大家都去这个多数都是去一点点安达鲁西亚 去一点点马德里 然后再加一个什么巴塞隆纳 那个行程就是很normal了 就是大家都差不多了 顶多就是这个饭店或是交通的安排略有出入 但是这个西班牙其实真正好玩的地方啊 不是这种所谓的热门的 就是世界上是世俗的这种热门景区了 西班牙人自己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其实是北西班牙了 讲到北西班牙啊 他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连清朝时代的康有为啊 到了西班牙啊 都看到眼前的风景啊 他还还当场去做了一首诗啊 这个这个诗啊 那你知道呢 古时候的人的诗啊 我们我们背不起来 康有为啊 他又不是李白 又不是杜甫 我真的背不起来 但是真的是 真的是 你想想看啊 这么早之前啊 就已经到那个地方去看到当下的美景啊 就赞叹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把这个凯旋旅行社巨匠旅游他们的欧洲线啊 专门负责伊比利半岛的这个协理啊 阿信 陈荣幸请到我们现场来 跟我们来聊啊 他们家设计的这条独家的北西班牙欧洲风国家公园13天的行程 阿信在我们现场 阿信好 大家好 Hola Espaniel 那今天来这里呢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你刚刚那个是什么意思 你要讲一下什么 Hola Espaniel 这句话是你好的意思 你好你好 Espaniel 西班牙文叫西班牙 你好西班牙 是的 那西班牙呢 我们这次介绍的是北部 所以我们再加一个叫Norte Espaniel Norte Norte N-O-R-T-E 耶没错 就跟这个北欧北方嘛 就N-O-R-D-Nordic N-O-R-D-I-C也是北方的意思 对不对 Norte Norte就是北 那英文就是North Yes 对不对 那你的西班牙文在哪里学的 我相信你大概就会这几句了 当然 因为呢 在代团中呢 跟当地的导游啦 那就聊聊天啊 当然都是以英文为主啦 西班牙就是只能够咬牙结束几句话而已啊 这个阿信你也是自己从领队导游出身 对不对 是的 然后再慢慢从基层干起现在做到协理 协理就是要负责销售也要负责形成设计规划 对不对 对没错 来那你跟我们上第一课 第一课是什么呢 台湾现在去西班牙的行程啊 大概分几种 呃西班牙事实上在台湾啊 已经在整个市场销售已经非常成熟 但是大家呢 但是大家呢 单国大概二十年对不对 对 单国深度 单身 嗯 没错 嗯 大家呢 大家都紧就在比较偏安啊 就像在偏安台湾我们在胸围 偏安啊 西班牙的不西班牙呢 他每天都会有让你不同的一个惊奇的 有一个说法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西班牙是最不欧洲的国家 他虽然在欧洲对不对 是啊 当年拿破仑呢 翻山夜陵想要占领这里 他看到自己的一切 哇 为什么跟欧洲所看到不一样 因为伊比利半岛他会在 各位看到地图上他是在欧洲的西南角 嗯 也就是所谓呢 他的南边 南边呢 过个只部落头就来到北非 然后他的哥哥 迪迪牛山就到今天的法国 所以他有一点带有路桥性的一个半岛 欧洲有三大半岛 像一个桥 Bridge 对不对 连接了 北非跟法国 是的 那欧洲三大半岛他数最大 而且早年呢 在711年 也就是说当年的阿拔斯王朝 他们呢 就是所谓的穆罕默的阿拉的后代 他们离开了今天的中东 一路迁徙 灭掉了这个埃及 然后呢 来到今天的图尼西亚 再到今天北非 到711年 他们一夜过的直部落头 进到今天伊比利半岛 你知道我听你这样讲 我肌皮疙瘩都起来了 是 知识经济的年代 现在搞旅游还要叫地理历史这样搞 所以啊 还有宗教文化 当然我们的新人写起来都不是随便交代 都对这个历史都有所交代 那各位呢 越过直部落头之后 我们就来到今天我们的安达路系 所以市场上大家都是在南边 因为大家 对西班牙的南边 我们讲黄金三角 Grenada Gordova Grenada 尤其是1492年 最后的这个所谓的伊斯兰教徒的万坛 讲万坛 啊 万坛 因为呢 这个跟我们北边西班牙有关 因为我们北边西班牙的 722年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基督教徒 这边打了一场胜仗 吐了那个呐喊 因为呢 在721年的西班牙被这伊斯兰教开始攻克 不断的将原来 他们也被伊斯兰教 对 他们到年的首都市 最早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统议这里的叫西哥德民主 那时候他们的首都在哪里 在今天的托雷多 托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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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在这个地方呢 他在400多年的时候 就被他们这边定居 而后慢慢的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小王国 那直到700 小王国 那你说50万平方公里叫小王国 因为事实上西班牙这些来到这里 有善居的非常多的不同民主 在这个地方 只是西哥德当时他们来到这边 以这个所谓的托雷多 他们的政治经济中心的所在地 OK 那么呢 他们后来在700多年的时候 就被这个衣托雷赶到今天的北边的西班牙 可是话讲 好像您刚提 市场的行程多数都以安达鲁西亚加马德里加巴塞隆那 会不会也是因为他在西班牙的南部 天气相对比较好的原因 还是有其他原因 其实如果说最主要是因为他的便捷性 因为第一个呢 班机出入对不对 对当然坊间呢 对北边西班牙也是一知半解 不懂 所以大家呢 你要不要谦虚一点 没有没有 开玩笑 开玩笑 因为大家呢 对北边比较少去设立 对对对 那如果说就这个东西有其他 大家知道西班牙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 南部地区刚讲南部的行程 我想到夏天的时候 温度可以到达38 这么热 就是阳光嘛 对几年前造成森林大火人民的 那个伊比萨是在南部还是在 伊比萨是在南部 伊比萨是在地中海这个地方 在地中海 它属于岛屿型的 伊比萨 这些是地中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岛屿 那很多欧洲人士呢 都很喜欢来到这个地方旅游的 那我们现在市场上 台湾赴西班牙单国深度之旅的行程 大概分几种 比如说从八天十天对不对 单国行程当中最早的就是十天为最基础 那十天走在刚刚我们讲 南部加马德里巴塞隆纳 那行程事实上是七天而已 七夜 相当相当的赶 十天七夜 是的 那多数都是怎么飞 那主要是航空是当然 最近几年来开放了天空之后 有相当多的航空时间 比如说在这个EK阿联酋航空 它飞马德里巴塞隆纳 这个两个航点 它两个航点都到 所以我们可以交叉的一个运用 进出可以用了 除了这个阿联酋之外呢 土航吗 土航也有 土航也是一样 那再过来就是国泰 国泰在这两年积极布局一比例半岛 可是国泰航空很早就在经营 经营欧洲线嘛 从香港过去很多选择嘛 OK 你说国泰在经营一比例半岛很用心 两年前的时候呢 他飞的第一个叫马德里 一个礼拜飞了七班 天呐 那在今年呢 应该讲去年呢 在七月份开始 他试飞了巴塞隆纳 哦试飞 对 然后今年 还可以试飞的哦 因为他要看看飞的状况好不好 是不是赚钱赔钱 就看low fat 是啊 所以他今年呢 在四月七号开始 就是一天 应该是讲一个礼拜五班 我们就下礼拜开始 对 他就开始正式飞咯 所以说他已经不再只是一个 chart fly的巴塞隆纳 就变成regular了 哦 所以 所以台湾业者要大量运用了 对当然 因为为什么在所有重加航空 比较之下 我发现国泰事实上 他是一个飞行路径是最短的 是哦 而且他在转机的时间是最为好的 我说转机时间好 是因为 我们呢 大概在12点1点转走 然后一路就飞到 你说台北 比如说从桃园级几点几点出发 从台北出发 大概是晚上的7点8点 然后进香港转机呢 因为我们在晚上的23点 甚至凌晨的时候就转到马德里去 那11个钟头到 12个小时 12小时到马德里 那主要是因为他不会中断你的睡眠 哦 所以飞行大家都觉得好辛苦 真的 尤其在三星半凌晨 比如说三点四天 哦 我的天哪 我可以做 哦 大家呢 即便喝了再多蛮牛 隔天早上 拜托啦 不要乱喝啊 真的 OK 所以呢 所以你们会用它来配套 因为第一个它所提供的飞行路径短之外 它的机型是好的 第一个它用什么 最好的第二个马德里的航点 它用波音777 OK 电系310是新型的 OK 在波音来讲是最好的 最新的啦 是 那另外巴赛东它就用A350 A350 A350 是空洞巴省 也是它的整个飞行的宁静度也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们用这两种的交叉机器在做这个行程 天啊 做一个做一个这个线控还要去懂这个飞机的安不安静哦 是 当然这都要考虑 我们毕竟自己带过团啊 那是 对啦 对啦 你们其实很辛苦 要睡得好啊 你们都睡不好怎么弄啊 是啊 所以一定要挑的一个什么宁静度好的 然后飞行时间短的 是的 好 那除了10天以外 市场上还有没有一些比较新兴的行程 先不讲你们家 就大概有几种选择 10天12天也有 10天12天到13天 10天12天到13天 他们除了刚刚讲的那个一点点安大鲁西亚加马德里加 加这个巴塞隆纳以外 多了两天或三天他们会去哪里 就在行程的严谨度上他把它放慢了 放慢 让大家可以看多一点 对 在巴塞隆纳北边呢 我们就去走的比如说像跟达利有关的 Figeles到那个白色海岸去走走 去走这些地方 那还有就是呢 在马德里的 因为我们都所谓的Segovia Ave 除了这之外 他会你顺便你你刚刚那个落那个饶舌以外 你顺便把台湾的翻译讲一下 要不然我哪记得住啊 我都记不住听众哪记得 在马德里北边近郊呢 就像赛哥维亚 塞哥维亚 斯哥维亚 另外呢还有一个石头城中世纪的骑士城市 再来呢除了这之外就会加一个叫大学城叫沙拉曼卡 沙拉曼加 这个是一般别人也会做的 大概12天13天就这样对 就多在这些地方 那他里面拉到北边他是用内陆扳机还是用特快车还是用什么 你指的是所增加这两三天 当然一般都是拉车 距离并不远 大概在150到200公里间 OK 大家都可以一个one day tour就可以结束 一天的一个行程 所以市场上一般的行程大概有分这个10天12天13天 但是今年呢凯旋旅行社做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行程 利用了新的这个航班 美洲美洲五班 然后直飞西班牙的国泰的班机 设计了一个去北西班牙的行程 到底这个行程跟传统行程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北西班牙到底厉害在哪里 有什么可以看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儿回来 好 听到的这个吉他的音乐实在非常的独特 这个阿新要不要跟我们讲 这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歌 那种感觉就很西班牙 这首歌呢是阿什特利亚斯传奇 那阿斯特利亚就是我们讲西班牙的一个正统王朝 就是比如说现在西班牙国王要去加冕的时候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 就像英国的查尔斯 查理文他们要去加冕 要到威尔斯 所以他一个就是一个正统 对一个代表基督教受由高的一个基督国王要在那边受洗的地方 那这个歌跟他有什么关系 那这首歌呢最主要是在描述的就是在711年西班牙人被伊斯兰教给驱赶到今天北边 阿特利亚这个地方 那他们呢在722年时候大赢了那场战争 那之后呢 西班牙人赢了 对西班牙人终于用他的石头啊 因为在山区打战 用石头来K 用K这些伊斯兰教徒啊 将他K赢了 那之后呢他们就在不断的这个征服 在收复他们这些被占领的土地 那这这首歌呢就在描述的在当时的这些基督教徒的心里面的一个呐喊 就好像音乐的节奏里面你可以看到好像在骑着马匹啊 作战的那种那种味道 还有一个悠悠漫长岁月的那种感觉 有一种一种无奈感 然后呢最终呢在1492年把这个伊斯兰教徒赶离开了 那这个伊斯兰教徒他们就离开 拿着那把钥匙来到今天的北非 这个地方呢落在这里 你讲到这个 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我们同班啊 因为你讲到这个吉他 我想到一件事就是 我们同班啊有个全国古典吉他的冠军 然后呢他就因为成绩非常好 全国冠军啊就考到了这个纽约的这个艺术学院 结果念了半年就不念了 你在台湾是冠军啊 是就他同班的啊 大概一半以上都是西班牙的 世界冠军 真是厉害 所以可见这西班牙在弹 弹吉他实在是太厉害了 对不对 是啊 好了我们讲回来 阿信你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 你们今年为什么要开发 北西班牙行政 因为我自己查了资料就是了解说西班牙人自己国人 他们自己度假喜欢去北西班牙 是一方面可能是您刚提到那里代表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历史 有很多的文化的宝藏和遗产在北西班牙 那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北西班牙你给我们也给我们一课 北西班牙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光的资源 还有资产可以这么的吸引人 是的 西班牙是一个阳光的国度 对 刚我们介绍西班牙南部的气候是上 在夏天是非常的炎热的 那反观在西班牙的北部 反而凉爽一点 马德里以北 我想夏天的时候靠近在走走 比斯开湾这一带 马德里以北 马德里算中间 马德里在中间 那北边呢 大概就是我们在讲的 它的北纬的纬度呢 是在42到43度间 哦高 对 它的纬度比较高 就代表纬度高 它的气候是 凉一点 然后它的西津呢 是在一度到八度间的一个带状的 旅游区块 那这区块呢 它本身北边受到所谓的 比斯开湾的大西洋软流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个地方中年是让你感觉它的气温 夏季的时候 舒服 15到28度 那就跟我们此刻的台湾差不多 是的 舒服 舒服 那冬天的时候呢 是零度到15度 那就非常不舒服 没有太冷了吧 零度很冷呢 不会不会 你看看欧洲 我们冬天有人 以往都不敢去欧洲 为什么 迈纳斯的温度 就是零下 大家怕了要命 那西班牙呢 你看西班牙北部都那么热 到冬天 像我这次 但是今年一月份我就去了一趟 一月你去了 一月我去了 他们是湿冷还是干冷 呃 事实上它是属湿的 因为受到软流的一个影响 就像英国 英国这个地方呢 它一样受到软流影响 所以它在下 像冰岛英国伦敦 它都受到软流影响 在冬天的温度都很高 刺骨 对 但是因为这种纬度还算低 它不会让你接着刺骨 OK 然后呢 这个地方因为受到这个影响之后 它的这个山区中年长绿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中年长绿啊 对 哎呦 所以为什么北部西班牙里面讲说 绿色西班牙 有这个说法 当然 所以刚刚讲这个带状的 大概是800公里的长度 跟北边大概100公里的 南北大概100公里的旅游区块 这个区块里面呢 当然它的一个山林的景色 就像我们的主题说的 欧洲之风 欧洲之风 对 这个呢 国家公园是整个西班牙的 第一个国家公园 西班牙第一个国家公园 在欧洲风 对 它的名字就叫欧洲风国家公园 那这个山的地址啊 它跟我们今天所谓的 欧洲的阿尔卑士山是同一个地址 地址 地址地形的地址 比如说它是属于那个 史辉原啊 可是可是我不礼貌的请问一下 你们今天做瑞士也做的蛮多的 是的 那去看阿尔卑士山去参加你们家的瑞士就好 去参看这个西班牙 干嘛到西班牙去看阿尔卑士山 这想都没想过啊 它是它不属于西班牙阿尔卑士山 它不属于阿尔卑士山山系 它是在这个地方呢 伊比利班牙凸起的一个山山系 那这个山他离海滨呢 大概就是有30公里座 高度达到两块接近3000公尺 OK 那在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说因为它呢跟刚刚我们介绍跟那个当时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徒的那一声的呐喊720年有关叫瓦东嘎之意 瓦东嘎之意 对对对就是那打赢了这伊斯兰教那这个地方是成为西班牙人一生必有的地方是哦对那是真的啊对他们来讲是和其神圣代表第一个胜利啊代表神圣 Holy area神圣的一个地方 对所以呢西班牙人中期一生都要来这个地方真的吗 朝圣 那那毕业旅行很多啊 当然哦 啊对啊 呃这个山区里面当然西班牙因为受到这个洋流的影响 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呢他山上里面依然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居住的并不多 是那人口少相对对地的一个破坏力是少的没有国家公园是不准再建设的他是要保留吗对对这个周边的一个不管是我们的所有的一个自治区人口算是少的 OK 所以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当地都是以农业为主嗯在山上里面你看很多那种传统的西班牙的那种古老的房子啊 啊呃然后呢就拍照拍照打卡每每不申收哦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天气又好 是的对不对嗯嗯他们的房子是什么颜色啊因为这很重要蓝天白云绿树最好是有一点点红色的气哦哦呃就他们一般来讲就是红色的砖瓦哎不我乱说的哎是事实啊真的吗 红色的砖瓦然后呢当然这边有主要是有两个三个民族哦一个人在之前讲的一个欧洲英欧义系的西哥德民族的后代西哥德民族的后代那另外一个呢还有居住的最早最早的连比罗马的还要早就叫巴斯克巴斯克 这种人还多吗多总共全世界有1800万的人真的啊对他主要分布在今天的迪尼牛四山跟西班牙北部他们所讲的语文没有人听得懂不是讲现在的西班牙那他们讲什么文他们讲的是巴斯克语这个语言呢他们是自治区是吧哎当然是自治区之前各位以前也听过叫爱他组织 你现在后面灌两个组织我听了都好害怕啊你不认识什么都是组织啊那么好害怕啊讲这个就是要我们也得必须告诉各位观众就说呢你讲爱他以前就有点像一色是吗我想那我还去啊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因为当时大家讲到北部西班牙会怕的就是因为会这样的东西但是这几年来啊从2007年的时候这个组织他们已经宣布已经禁止不再动用鼓励了啊 然后2017年他们将他们所有的这些所藏力的强制那些全部都爆脚国家告诉藏力在哪里所以他们现在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他们他们金盆取手了啊当然事实上呢在这个埃塔来讲他们已经我想跟西班牙人共存已经很久了啊所以他们觉得说这已经没有必要性啊对而且西班牙的北部跟南部我想即便是现在所统治叫波旁家族啊西班牙的王朝他们也不希望这国土是分类的啊啊那大家呢我想 都在和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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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你好好的今年所以这个也是因为你放心所以促使你开始去研究了三年然后决定在今年开始推出这样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对不对是的没错OKOKOK那么呢这是巴士克语啊他讲的是真的跟西班牙是不一样的嗯比如说像我们讲我们说一个简单讲一个叫塔帕斯这大家都知道啊塔帕斯那但是在北边他们是讲什么PinchosPinchos这个大家也知道对那个就是跟塔帕斯 塔帕斯这一样只是加就是下酒的小菜对那就是巴士克语啊哦是不是巴士克语啊就是叉子竹签的塔帕斯底下有面包上面各种肉类有的叉竹签有的不叉了他据说是当年是为了要防止苍蝇掉到酒杯里所以用一个饼干或一个面包啊放在杯子上然后上面放了食物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苍蝇很多了是的对不对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塔帕斯的由来是跟凯撒大帝有关的啊 但不重要就是西班牙到英国我们去Pub到这个西班牙就是要去找这个有塔帕斯的地方西班牙小酒馆对不对是的好除了巴士克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民族叫做加里西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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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里西亚那这民族呢他是我想大家比较清楚叫塞尔特人没有大家没有比较清楚真的真的我想在欧洲啊有一个古老的民族我们听过在奥地利的哈斯达特 嗯他是一个很高度的一个文明比罗马人更早的古代文明是哦啊后来他们因为某种因素慢慢迁徙到今天欧洲的边陲地带嗯所以边陲地带就像今天的这个苏格兰在还有今天的西班牙北部嗯还有呢这个葡萄牙嗯他们善居在这个时候欧洲路快的边边交交地方这是塞尔特人的后代嗯那他们所讲的语言呢事实上也跟西班牙人不一又不一样是的哦那加里西亚人的语言 跟布塔尔是有点相似这刚介绍他们是因为是迁徙到这个地方啊那这里的文化或者是景观有什么不一样呃您可以看到因为他是地图在西北角以前在1492年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嗯我们讲天涯海角罗马人讲讲天涯海角之地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天涯海角处处是故事哦是的当然了在这个 你确定啊你确定啊对没确定当年那个那个那个你说哥伦布不是哥不是哥伦布你说那个谁哥伦布没错哈哈哈你确定哥伦布是这样说的不哥伦布在未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啊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叫做位置那个边边角罗马人说这地方是一个边陲地带啊啊也就所谓的天涯海角之地哦OK那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属于一个陆峰啊因为周边被山市给挡住啊所以呢再者又是这个 这个古代的民主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觉得可以在整个加里西亚里面你听到比如说有像苏格兰的那种羊那种琴声音啊啊那种那种那种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有相关性的一个民主背景背景相通嗯再来自己的民主不像西班牙我想西班牙南部人都会哀哀嘿嘿的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也研究啊真的吗但是在加里西亚巴斯科这边的人人人种不一样很高高大帅高大帅哎精华 哦非常非常的帅气又高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知道西班牙的足球队啊啊除了马德里王家跟巴塞隆纳之外在整个西班牙的另外的最厉害的足球队出来的地方就在今天的北边加里西亚的一个叫阿库尼亚阿库尼亚来你翻成中文就叫阿库尼亚哈哈哈直接翻译这是阿库尼亚这也是所谓的那个加里西亚的语言啊西班牙文叫拉库尼亚 阿库尼亚是哦好累哦我觉得我觉得要记住这些东西实在是嗯那当然这阿库尼亚里面有最重要就是我想罗马人曾经经营过这个地方对他在这个地方立了一个古代罗马的一个航海的一个碑啊就是啊通跟那个警报应该在讲说一个航海纪念碑啊像灯塔的地标对到至今还依然气力在这个地方哦那最重要这个地方还可以讲到1588年各位听过西班牙以前一个叫做无敌舰队吗哎呀对对对对 西班牙以前征服过世界啊是啊对后来又没落了后来就被海权最强盛的时代对不对曾经来过台湾你讲话你讲话要有根据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啊不能乱哈啦我们这个节目是有质感的待会回来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跟凯旋旅行社巨匠旅游他们的协理啊 陈荣幸阿信啊聊他们家今年最新推出的这个北西班牙欧洲风国家公元13天的行程呢讲到西班牙啊如果说南西班牙是一个壮阔的史诗那么北西班牙啊就像是一首小情诗前面两个阶段呢我们听到了这个阿信啊这样子娓娓道来啊可以了解到巨匠旅游啊巨匠旅游他们在这个研究这个欧洲历史上面啊花了很多的心思然后呢从历史 地理人文宗教整个的去彻底的掌握以后然后来规划他们的行程啊我相信啊去参加这样的行程啊听着他们的领队导游还有在地的导游他们的这个诉说啊我们可以有很丰富的这个收获那么上个阶段呢阿信就跟我们讲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啊曾经啊来到过了台湾而这个无敌舰队跟北西班牙的历史是怎么样我们继续请阿信讲故事 西班牙的他曾经海权是非常的强世界最大的抢海权吗那我们曾经听过就横跨欧雅飞山桌的帝国嘛比如说像罗马啦等等之类的但是有听过欧雅飞美吗没有没有哦是因为在一十九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之后的统治家族叫左哈布斯堡家族这个有听过对那这个家这个家族的后代后来继承的奥地利奥地利 也就今天的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嘛他的领地相当的大嗯然后呢他同时呢也因为殷亲的关系殷亲因为他不是吧就是透过结婚嘛嗯然后将人家统地联姻把他取进来了在现在的奥地利的很多博物馆里面看到那些油画啊真正厉害的那些领队会告诉你这个谁的孩子娶了谁那个人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这是谁的小三那个又是谁的对不对对对对对真的有啊所以在 在这个一十九年之后嗯这里在奥地利的部分的皇储解释就没有后代了然后没有后代就是没有男男孩子继承这个国主啊的土地所以呢在生生半天生不出一个继承的哦那当时呢在西班牙这边的哈布斯堡家族他们就去继承的那绝起了嗯所以呢他们呢在一十九年之后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嗯当时在一十六世纪的时候那位国王叫做嘎罗斯四世 他去他就是拥有欧洲的板块嗯西班牙板块再加上非洲的板块OK美洲的板块所以可以横跨了这么大的一个土地领土也丰富了西班牙这国家啊那在那时候呢西班牙的海权的最主要竞争者是他的隔壁领基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很强啊亨利王子啊他比西班牙人更早发现了这个所谓的远东啊远东Far East也就是所谓的海外探险嘛嗯 他们他们都很赶哦对啊当时哥伦布为什么发现美洲因为呢不太要人不让他们走这条路径嗯嗯壮告了这个所谓的教皇说哎这条路是我们发现的到台湾来的路你不能走这条哦嗯所以哥伦布想说好那没关系我就往西边去嗯所以呢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笑影不可能因为笑是疯子疯狂对啊在欧洲人的脑袋里面说这眼睛看不到就那边是什么滚烫的热意啊都不知道对不对 是一个地域啊哎他们那个时候探险啊除了除了人以外还要带一大堆这个牲畜啊口粮啊对不对对不对才会把很甚至种子对不对植物的种子比如说牛羊鸡这样才让这个整个的这个物种啊在到处在迁徙对不对所以你看在当时这个壮举啊嗯在他之后就有很多的这些探险家那慢慢的西班牙的舰队就非常强大了嗯直到1588年 他们被新的一个帝国叫做布列甸布列甸帝国啊那英国对被打败啊不是那你说跟台湾的关系啦你前面哈拉了半天啊被打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阿库尼亚这个附近的海域那这个地方一个城市叫San DiegoSan Diego对台湾有一个地方也叫做San Diego在哪里窟窿旁边一个山雕角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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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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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就在我們家的和平島上 基隆的和平島 對那個島上有一個城堡 那個城堡以前就是西班牙人在這邊駐紮 然後為了要去挖這些火藥 我真的是不夠認真 我去和平島都沒有注意到這個 然後把這個串起來 你看 好我們這話在說 離開台灣我們再回到西班牙 所以在這個北西班牙來講 我想他的故事可以講到 很多很多 當然的 那我們在離開這個 加利西亞的時候介紹一下 叫聖地埃古 聖地埃古是 耶穌的大的弟子 十二門徒之一的是雅各 雅各 當時耶穌不時在耶路撒冷給 嗯 被被被被被釘在十字架上 那當時呢 他就是 首先率先呢 就是支持 不說支持 應該就是很承認耶穌 他所有的聖基死基等等之類 所以他承認 所以他是第一個 見證 被被所謂的一個殉教的殉教徒 他就被羅馬人給宰掉 啊 是第一個殉道的 啊 殉道了 那他的這個死骨後來流到流傳到這個地方 找到了 對找到了 那大家 我們會帶客人去看嗎 我們當然會 事實上在這這好幾年來 應該講從九世紀開始 歐洲人呢 他們開始草聖就來到這邊 洛逸於途 對就是來走跟這個聖地雅各 這雅各的一個死骨去朝聖 那當然我們這個行程規劃 並沒有以他為主軸 我們主要最要是在一個北邊的理由 那當然同時也會去看這個叫 San Diego 的一個大教堂 嗯 好 那不免俗套的去看一看吧 嗯 一定嘛 對對對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想很多基督教徒呢 他們會從今天的法國 一路就是徒步 就像我們的 那個 有有 宗教所謂三跪九寇 對對對 但他們就一路背著包包 嗯 然後走了八百多公里 走路八百多公里 來到這邊呢 拿了一個證書 他們以後未來進天國的時候要用的 拿一個通行證 對對這個通行證 我來過了 對就代表來過 叫San Diego 的一個朝聖直路 那你也讓你的客人走個 打對折走個四百公里好了 我們三百公尺就好了 大家就喊累了 好 那麼我們移入這個朝聖直路上 有一些很漂亮的景點 我們會特別安排 比如說各位曾經聽過 歐洲有三大騎士團 騎士團 這個跟十字軍東征 又有關係了 有關係的 好那這簡單講呢 這這個所謂的一個騎士團呢 他們在結束了東征之後 在今天的所謂的巴爾干曼島 成立一些國家 那其中有一個叫做聖殿騎士 聖殿騎士 他們呢就離開那裡之後 在經營的塞浦路斯 然後再遷徙到今天的歐洲 最後遷徙到 但他們來到歐洲 就來到西巴爾的北部這個地方 那他們呢 各位知道這個騎士團是非常非常有錢的 他曾經有九千多個地產 然後年收入啊 五百萬嘛 應該是英鎊 五百萬 非常多他的戶 戶友可以 這個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信眾支持的 對 然後呢 教皇也對他呢 忌憚三分 是的 因為他 可以影響 真的 甚至連法國的當時的法王 因為真的 窮 不夠錢 所以呢 他們想盡辦法 要把這個什麼 聖殿騎士團給殲滅掉 所以 不是去跟他示好 而是要想把他殲滅掉 對 想要把他們的財產霸凌 不能再強占過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 各位曾經看過達文西密碼 裡面就有介紹了 當時的騎士 他們發現了 耶穌的太太墳墓 我這是有點顛覆基督說 對對對 所以這個事情呢 當時也強加罪名 灌在他們身上 用這個名義來去怎麼樣 用什麼名義呢 什麼罪啊 反基督嘛 因為他們當時 這個聖殿騎士發現了 這個棋子的墳墓 想帶到歐洲 可能會顛覆這個宗教信仰 對 是用這個名目 再來就是因為他們本身很有錢 所以他們也遭受到的 法王 教宗等等的 這些想辦法要把他們清除 對 所以他們最後一位的這個什麼 騎士團的團長 就被抓了起來 上了火星台 火星台是 我們講的是叫做什麼 以前在中世紀的時候是那些巫師巫婆 邪道的人被燒死 像聖禮貞德 這種女孩子 他是一個代表正義跟代表國家的一個法國的象徵 他就被被燒了 那一樣這個團長當時被燒的時候 他憎恨兩位 一個叫法王 另外一個是教宗 他是詛咒他們 你們會在這一年內是掛掉 還真的 這個呢 被他燒完之後的一年內 這兩個路系就走了 那這個呢 在我們新城市 都是傳奇 剛剛講的這個朝聖之路上面一個城市叫 龐大菲拉 嗯 那城市一旦保留下來 就是中世紀的 沒有被沒有被摧毀 沒有沒有沒有 他把人抓起來殺掉了 對 然後 城市還在 對 城市還在 這城市一樣 遺留 這個castle 城堡 城堡 保留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去看 進去看 對的 那另外呢 在朝聖路上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叫 Lugo 好難記 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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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所謂古代羅馬人的軍團 在這個地方駐軍 那他呢 遺留保留下來是環繞古城裡面有兩公里的一個古城牆 這古城牆呢 他非常厚實 嗯 然後呢 他有總共有85個這個半圓形的那種城堡 就是作戰公式 在整個歐洲看到很完整 大概就屬這個地方 到現在保留完整 那應該也列入了世界中央遺產 對不對 這是古代羅馬所留下來的 那另外呢 我們還會來到一個叫雷翁 我剛一直介紹西班牙的最早的國家 他們是卡斯蒂 雷翁 卡斯蒂 就是卡斯蒂羅 就是加就是所謂的西班牙文叫中文叫城堡的意思 卡斯蒂羅 然後呢 另外一個家族叫做雷翁 雷翁的這是跟羅馬人當時來到這邊的軍團的一個總督叫做雷翁 以他的名字來定名 所以這兩個國家呢 他們叫卡斯蒂的雷翁 合併了起來 OK 我們會去參觀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去參觀這最古老的西班牙的王都 卡斯蒂雷翁 最古老的 對 他呢 這裡面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感受到的這個雷翁古都 我想最重要的西班牙古代的西哥的王朝 我們會去看到的他的那大教堂裡面 嗯 依然可以看到的九世紀十一世紀的那些筆劃 是啊 對 都保留完整 非常的完整 那他應該也是遺產了 當然 啊 非常非常漂亮 那文化遺產 再來呢 還可以看到就是高地先生 欸 高地先生 他的高地先生的什麼啦 你真的高地先生嚇死我了 我們會在這遇見高地啊 高地的建築 高地建築 除了在巴塞羅那之外 他有兩個地方 啊 比如在西班牙北部在紀念的雷翁 還有一個叫 Komias 這兩個地方 你留下來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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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塞羅那那個是永不永遠沒完成的那個 啊 對的 沒錯 那個還要再蓋個兩三百年 對啊 永遠蓋不完啊 是的 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來到這個地方 一樣可以看到高地的建築 他當時為了有錢人所蓋的 哦 那個都是經典啊 他的他的作品都是經典 對的 沒錯 對不對 對啊 所以這樣這樣講起來 整個去北邊 哦 那個那個很精采哦 你看的東西跟在南邊的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我們現在都只講到人文哦 還沒講到自然哦 自然更加的讓你會覺得 非常的漂亮 我們進一段廣告帶回來啊 順便也要跟我們講一下 西班牙的美食啊 也美食美酒也是世界著名的 是的 帶回來 來我們繼續跟這個凱旋旅行社巨匠旅遊的協礼啊 成榮姓阿信聊凱旋巨匠旅遊他們設計的北西班牙 歐洲風國家公園的行程啊 這是市場上 第一個出現了到北西班牙的郵城 前面三三段我們陸陸續續的這個聊到了這個西班牙 北西班牙的很多的這個歷史啊 其中包括了宗教包括了人文包括了種族包括了信仰啊 那哎呦阿信我實在在想啊像這樣子啊 這麼深因為不是所有的遊客對對歐洲的歷史像您這樣 遼若執掌啊 是不是在行程說明會的時候啊 先給大家上課 這樣他們到了現場會更有感覺 要不然你你在完全沒有做功課的情況下去玩啊 我覺得會很有點可惜耶 真的真的真的 因為是不是我真的覺得是不是應該就是說在報了名以後啊 我就每個週末開兩小時課讓大家來做做筆記 然後呢正式正式出發的時候去玩的時候 他會那個收穫會更多啊 但很難對不對 當然啊 這一定很難的 還是說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你們公司是每個人都像你這樣還是還是只有你這樣 那你也很累啊 呃我們公司的領隊啦 都是這麼優秀的啊 撇開我啦 不是講真的 我真的我現在是講真的 就是說要了解這麼深入 然後呢這個遊客他才會有感啊 嗯對不對 那不是只有老闆或說這個主管那麼熟 應該是每一個領隊也要那麼熟的話 這個這個所謂的優質才才能夠凸顯的出來嗎 對不對 當然 你們有這樣做領隊的訓練嗎 有的 沒錯 是你去訓練他們 呃我們都會在一個定期上的一個訓練 我一個總領隊他會做交易訓練 哦 對然後像我回來之後呢在有關這部分都會做一些直接的交易 因為你發現有更新的資料就要往裡面放 是的沒錯 好我們繼續聊下去 嗯好那麼北部西班牙呢 最近有一個熱門的盛事啊 我想就在暑假 暑假 嘿各位應該常聽到的一個叫奔牛結 奔牛結 西班牙奔牛結 哎呦每次在電視新聞看到那個實在是很瘋狂 對啊 奔普羅那奔牛結 西班牙的慶典真的是非常多啊 這是三大慶典其中之一 三大有哪三大給我們上一下 三大呢第一個叫做春會 春會 春會是每年在春天的時候 在今天的安達魯西亞 好 幹什麼 他們呢最主要是會在早年呢 是因為春天的一個市集 市集 農民他那邊 要趕集過來 對 那大家就互相交換 之後慢慢衍生出來周邊的一些文化 比如說像一些dancer 像弗朗麟克的舞者 他們就在會場表演 表演好 這是春會 對 那是幾月 每年大概就在春天來開始 大概像今年 二三月 四月五月 四月五月 OK好 這是一個春會 那另外一個是3月17號的發芽節 3月中的發芽節 發芽節 發芽 發芽 發芽就是焚燒那個人偶節 哎呦 幹嘛 這個就跟剛介紹的 伊斯蘭教占領了西班牙 有關 之後有關的這些慶典活動 好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呢 就是所謂的潘普隆那奔牛節 奔牛節 潘普隆那奔牛節呢 這個 延期在1591年的時候 當時的人們啊 嗯 他們呢 把這個牛汁啊 趕到城外 趕到城內 還城外 他們是從城外 城外趕過來 倒到這個 所謂的 城內的鬥牛場 裡面 哦 那這個慶典裡面呢 大家呢 就是 呃 牛啊 在那裡奔跑 人呢 就在前面 被他追 被他追 這電視時常看到 有時候會被戳到嘛 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是亡命之徒啊 不是不是那這個 為什麼為什麼要去被他追啊 這代表什麼 呃 他們是為了要慶祝啊 這個珠寶聖人 啊 珠寶聖人的一個日子 啊 那他們呢 在這裡舉辦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啊 代表一種 他們穿的又有傳統的服裝 這邊進行永遠的宰割宰 啊 為了慶祝 那被他追是什麼意思了 呃 追代表就是說呢 當然 我有勇氣被他追 還是怎麼樣 他們是為了要慶祝這樣的一個 就開心了 開心就像 西班牙的鬥牛一樣 啊 那 所以這個凱旋巨匠 呃 這位台灣游客啊 保留了20個名額啊 在這個牛的正前方啊 讓你可以背對的牛 他用牛角來戳你啊 這個名額非常的難 哈哈 這個鬥牛 這個鬥牛 這個奔牛姐呢 他最主要會因為紅起來啊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講海明威 跟他有關係 他呢 因為經常來西班牙這邊 他呢 就是來這邊喝著Rioha的紅酒 啊 啊 同時呢他寫下一個旭日東森的一本書介紹這裡 啊 當時很多的美國的一個旅客都來這裡啊 去看這些東西啊 然後 特殊的文化活動 聲明大照 OK 你排你們的行程在7月的時候會去看 今年呢我們是有特別規劃一個行程啊 就是北部西班牙剛好是適逢這個盛事啊 我們就在7月7號台灣出貨大概在7月2號 這裡可以 其實這樣13天的行程你可以做好幾種團 只要在7月7號都到那裡去都碰到就好 他為期總共是6天嘛 7月7號到7月中 這個期天天都有人在那裡被追 呃對每天 那我們 聚焦旅遊每天有為各位保留了20個名額啊 讓大家被追啊 沒有了 開玩笑 那我們是怎麼樣 我們的客人在現場去感受那個氛圍了 對 但是不下去被追了啊 呃如果你想被追呢 別鬧了啊 哈哈哈 對那保險要保多一點 不太危險了啦啊 OK 但是就熱鬧了啊 是的沒錯 但是這種節慶的時候還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還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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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產 因為那個那小偷我全世界小偷都來了 是的 爬手都來了 哦 那我們離開的本有剛剛講到一個紅酒嗎 對對對 西班牙的紅酒事實上他的在世界來講是第三大的 對對對 葡萄酒區吧 那但是因為葡萄酒早年他們西班牙的葡萄酒早年 並沒有很固 應該說品質上沒有很穩定 對慢慢的到了這個十九世紀末的時候才開始慢慢 建立出一個他們釀到啤酒那些制度 紅酒啦不是啤酒啦 嗯嗯嗯 那他們呢 西班牙還有雪麗酒很棒 是的 那西班牙的第一大酒產區就在今天的北邊西班牙的里歐哈 是哦 那當時呢在這個地方哦 他們這個侯解就引進了法國 哦 這裡的酒種 葡萄品葡萄種 開始在這裡生產 哦 哦那我想沒有一個國家像西班牙一樣他把葡萄把一個城市建立成 Wine of City 就是葡萄 葡萄 酒城 對酒城 酒城 你可以看到呢西班牙我們像新城規劃裡面有去一個叫做馬庫斯酒莊 哦怎麼樣嘛他厲害在哪裡嗎 這個酒莊我想各位有聽過叫畢爾包的古根和博物館 是個建築大宗 也是個非常有名的建築師 很厲害 叫富 got Dewey 這個地區我們當時邀請他來這裡 來盛一棟酒莊 那一定厲害 酒莊裡面蓋了一間飯店 飯店的外觀就結合了 эта婆桃圈 一些理念把它設計出來 我們去住還是去參觀 我们路过遗址 然后看看美丽的建筑 你送佛送上西吗 你就让我们去住吗 你是怎么样吗 当然 或是说你安排 我们在里面吃一餐吗 这个有 有啊 是的 那就好 那你还算是有良心的了 是的 不是住不起 而是我们事实上 今年的规划是初探 也希望透过这样 让各位看到北部西埋 事实上我们这个行程 这售价并不高 我们只是希望 让国人可以用最低的 前往这个地方 最超值的去感受 所以这是第一次 先去看一看 提升出事 去看一看 过去从来 在台湾很少人知道的 北部西班牙漂亮的面包 还有这个整个的历史文化 山光水色 最后30秒 我们的吃是吃什么 西班牙来讲 我想吃它就跟中国人一样 天上飞的地上的 我想就不用再 那你安排怎么安排吗 那我们这个地方在北边有大西洋的一个受惠 所以在整个地方来讲 吃西班牙餐 对西班牙餐 那西班牙来讲 因为它桌 我们北边西班牙周边都是海域 所以它有丰富的海产 OK 再来它有内陆的一些高峰 所以它本身的物产也相当多 我们讲海产的部分 我想西班牙 北边这个地方来讲 像它有欧洲最新鲜的海产 主产地在加里西亚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边我们会排一个所谓的西夫plate 就是海鲜冰盘 这海鲜冰盘我想在台湾 比如说我们吃的龙虾啦 有有有 螃蟹啦 都有都有 蛋菜啦 配焊啦 蚝啊 俗称啊 都有 然后呢最终也有一个东西 像我这一趟我去特别品尝的 嗯 那个呢 小小的一盘要100欧元 什么啦 哦那个叫做什么 在台湾叫做藤壶 啊藤壶 但是台湾的藤壶是小小一片 也是贝壳类的 腌制的只是吃味道 但是我到这边吃的呢 它是有点像鸡的嚼啊 对对对 这么大 对对对对 长长的 有一种像佛手的那种 那种佛手的贝类 好了 听众朋友 我们节目时间呢 已经到了 凯旋旅行社巨匠旅游啊 他们在今年呢 就是跟着这个最新的 这个国泰的航班呢 他们推出了带游客啊 前往北西班牙的这样子的行程 叫北西班牙欧洲风国家公园13天啊 那我们自己做的功课 是了解到整个西班牙人 国人自己啊 一生必去啊 也是去北西班牙人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样子的西班牙单国深度之旅啊 大家可以去找相关的行程资料 我们谢谢巨匠旅游的 阿信到我们现场来 下次你再开发新的行程的时候 跟我们联络好不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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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